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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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开工啊 新生火 今天的主题 我们叫大笑开工开心生活 答案组告诉我呢 真的有开心这个词 新旧的新 就是不是什么鲜音稿 意思是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呢 打开新的局面 不管什么事都能遇到新的转机 我说也不用什么事都转机 你去坐飞机的话 还是直达比较好 开工机 新年就用这么一个梗开始了 第一周大家过得不知道怎么样 我知道很多人不适应 但是我不一样 我就不喜欢过年 非常喜欢开工 你不开工的话怎么赚钱呢 到今年是很难理解那些 还说不想开工的人 经过了2022年 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还敢说这种嚣张的话 对吧 我现在状态就是赶紧 搞快签合同 快点 对吧 能带几个透口眼去 不能带 就我自己更好 真的很热爱工作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我一说我每天喝酒 你们就信 说我每天工作 你们就不信 你看啊 这个 你像李白啊 他也是有工作的 就写诗嘛 对吧 他喝酒 你们就叫他什么 叫他诗仙 我也是喝酒 也写段子 叫我酒鬼 更多的是叫我别喝了 就是为啥呀 今年呢 真的不一样了 今年确实 行情 就是经过了2022年 大家的这个 对工作的状态都有改变 像王建国呢 都开始主动地 要活干了 也开始管我叫弹总了 那一刻就知道 我们的友情变质了 我说行吧 正好刚开工 就有个活 我帮你联系一下 咱回头见 国仔说别回头见 今天就定下来 因为开工没有回头见 不光是国仔 今天主动要活的朋友 也都来到了现场 让我们欢迎一下 国仔 缅子 孟川 缅缅 管制 小家 土屏 去年年底 我也开始直播带货了 想弄一个那种 日播的直播间 就是不光是我自己去播 就是他们呢 平时没活干 就去那可以有个班上嘛 是吧 演员都很开心 说我赶你这直播间 上班能拿多少钱 我说没有钱啊 就是纯上班 商品的价格不一定能打下来 特口秀演员的价格 肯定是可以打下来的 而且这些人还特别坏 都在我直播间下单 为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呢 就是过年 有个别人送我的礼物 都是在我直播间买的 广直还开玩笑啊 说你看大总 我在你直播间买完了 再送给你 是不是这个就叫刷单 我说宝贝 我不给你钱 就不算刷单 去年除了这个代货主播 还有另一个工作 我是一个生活方式博主 也就是天天在街上 街溜的 天天在街上溜的 喝酒 然后经常被人认出来 认出来呢 就还算了 经常在 这些社交网络上刷到 震惊 街头惊线活着的礼蛋 这有什么好震惊的 然后还有什么震惊 街头惊线 清醒的礼蛋 这个确实很震惊 清醒的礼蛋 我都很少见 挺好 大过年的 我今年呢 还会继续坚持 我的街头自媒体工作 也希望我能在大家的视频里 好好活着